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样老师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侧冲的一个相关支点 在我们模具设计当中 尤其是拉伸产品当中 经常会遇到一个结构 就是我们所谓的侧冲 先拉伸在它的拉伸壁上进行冲孔 这个有一个难点 第一 就是我在侧冲的时候 它怎么驱动 第二个 就是我侧冲 因为侧冲的话 毕竟来说 比如说我们是由内 由外往内侧冲 那么这个内壁其实就是一个刀口 这个刀口我们是如何保证 它侧向受力的时候 不会出现位移 强度是够的 另外一个 我们这个里面 要落废料 它的壁后应该取多少 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深思 包括我们这里需要压料 因为你侧面必须要先压料 如果不压料的话 到时候切出来的效果 不是特别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动画 顺便给它分析一下 这个产品 或者说这种侧冲 它的结构 合理性 我们可以发现 等一下给大家暂停一下 大家就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 首先 这红色的部分是一个插刀 这个插刀 设计来说一般斜度为 30度到45度之间 因为你这个角度如果太大了 就你这个夹角如果太大了 我到时候滑动的 驱动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它就没那么容易滑动 这是驱动块 右边这里必须要加个挡块挡住 因为我们左边的受力 如果说你右边不挡住 我上面这个地方又是空的 它有可能会往右边回退 这样子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到时候插刀 能不能插得准 影响到的准确性 这是我们这个挡块 然后这个是驱动块 驱动块 它必须要跟插刀斜度进行滑配 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 要注意 插刀这个垂直 一定要在这个横向的距离里面 尽量是这样子 不然的话它可能滑不动 这个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说这个斜度 你不能太大了 也不能太小了 太小了滑不动 太大了也滑不动 我们看一下 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 在这个地方 这个跟这个 那这个除了是驱动以外 它还起到了一个电块的作用 推动电块的作用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夹板 夹板 那它是夹什么的呢 这个夹板夹冲头的 把这个冲头给它夹住 这样子我冲头就可以回退了 不过在这里好像 这个冲头好像 它少一个东西 我们的测 我们这个测冲的话 它其实是的确少了一个结构的 少了什么呢 少了一个压料的 也叫压料涂料板 本来应该是需要有一个压料涂料板 一起活动的 但是它这里呢 是没有直接靠我们弹簧本身 靠我们上磨本身来进行压料的 这个可不可以呢 可以 因为你是个圆的 你是动不了的 如果我们是方的 或者我们在这边是要让位的 那就必须压住 说到这个大家要注意 我们再结合整个来看一下 也压住料 然后这里呢 进行活动 它虽然说没有给我们看到内部 但是要知道 像这个其实 内部的它的结构 必须要掏空 废掉才能下得去嘛 这个对于强度来说 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 再看一下 你看 看没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下磨的这个相间 在这个相间的东西 你看 这里被开了一个孔 然后里面是空的 如果你不这样做 它是不行的 另外一个 它为了保证有强度 下磨这地方是比较粗的 然后把上面在那抹掉了一点 所以说这个大家是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细节 我们再看一遍 好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关于侧冲的 我们就给大家借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老师的视频 觉得老师讲的还不错 那么可以关注 并且留言 大家想听什么 想看什么结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老师会在第一时间 或者在往后面给大家进行讲解